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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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mi,不如我们找人去唱棋吧 好啊 从不习冠孤单一个 可惜偏偏孤独一个 哇 彭佳麗 Hello 大家好 今天《車天車地》的節目有嘉賓 彭佳麗 Angela Hi Hello Hello 今天我們請來 Angela 不是音樂節目 是一個車的節目 是說車的 厲害 Angela 我知道你不僅有車牌 還有電單車車牌 是的 其實我有私家車牌 駕駛了幾年 覺得 都是 心癢癢 因為我很小時候已經很想駕駛電單車 但是 又怕家人反對 但是當然我考的時候 他們都是會反對的 但是就不管了 因為其實我爸爸也是 他也有駕駛電單車的 所以 所以 找到了 我就可以去學 去乘車 即是你考的時候是不知道的 知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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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私家車是肥了一次的 但肥了那個是 拍車 不試 竟然 突然一次不試就不行 是啊 很少人是私家車不試 可能聽事了 是啊 但是電單車就是一次過考到 因為我們那時候 我不知道現在考的時候是需要怎樣 最主要是考電單車 考斜路打八折 嗯 我當時 其實學車的時候 都是 很勉強才能打 我記得好像應該要打兩個半圈 那我就很勉強地打 那就是 練車的時候 我也有點擔心考不到 但怎麼知道 我考牌那一刻 突然之間 很厲害 那個考牌官 有得我打 我只打了三個半圈 都沒事 這麼厲害 很順暢 很有天分 這麼厲害 然後我就考到牌子 一次過考到 比試駕車厲害 厲害厲害 Emi 你有沒有想過考電單車 我其實有的 那時候看電視劇 那些師姐很厲害 哇 駕著電單車很有型 當然我又小顆 那些大的電單車我不行 但是後來想想 有得不起心肝 因為我怕骯髒 你不怕骯髒嗎 我不怕骯髒 因為真的很骯髒 其實因為 一面都是塵的 真的 你回到家 就算你 頭盔有半面和全面 我覺得安全一點 但是全面的頭盔 但是回到家 因為始終有些位置 入到風就會有塵 回到家 你抹的時候 整張紙都是黑色的 然後有時候 你清潔鼻腔的時候 哇 是黑色的 那張紙 Angelo呢 其實我沒有想過 因為第一 就是危險 就是人包、鐵 第二 也是關於易容 你不能化妝 頭也會黏 你是明顯演輯 絕對是那些拍戲 除了頭盔 很漂亮 那些是假的 除了是立刻 插著的 第三件事 第三件事 就是 其實你私家車 就是方便載朋友 或者家人 是 還有擺東西 對 電單車 真的很個人 是 但是那個感覺 是極度之非常之 好的 那個感覺 因為開電單車 我自己覺得 是很自主的 你喜歡去哪兒去哪兒去哪兒 你喜歡快就快 慢就慢 那種感覺 我覺得是 好像 在飛 那種感覺 因為 譬如是男或者女 我認識的 駕駛電單車的人 他一說到駕駛電單車 都很興奮 很興奮 對 所以感覺到完全 還有一件事 我很喜歡戴著頭盔 因為聲音被迫著 戴著頭盔 我會在那兒練歌 我會一邊唱歌一邊駕駛 然後就是 我考牌的時候 因為我真的很興奮 考牌的時候 我是駕駛 我們需要駕駛學院學 我是戴著頭盔 駕駛出路面的時候 我會在頭盔裡偷笑 我一直笑著 我都覺得自己傻傻地 但我真的很開心 那件事是私家車是給不到的 真的很好玩 難怪你一次過考到 是的 第一 我想你有天分 第二 他很有自信 而且覺得很開心 你很享受那件事 我現在都感覺到他考到的時候 應該很有成功感 很開心 因為你考完之後 你是要等的 要等那些考牌官 改好 整理好 在等的時候 非常緊張 一看到 通過了 是馬上發出一些訊息 那時候還沒有 即是打電話 給家人 打電話 給朋友 就說得到了 哭到了 很開心 第一時間就想 買車 買電單車輸 看了 看車 你第一架電單車是 什麼款式的 第一架電單車 我是Chopper Honda的Rebel 不過250 也不算是很大的 先試著 玩著 但我記得 我新車落地的時候 一落地 我立刻第一時間 由車行駕駛到回家 然後我準備好 整裝完之後 我就出去走套路 港公路 然後第一次 下地走的時候 我就給油盡了 然後就 沒有可能 盡了嗎 油門已經盡了 我在套路 延慢 對 我覺得是不到 140至150 我覺得 不是吧 是不是可以去一點 但已經盡了 但我覺得可以 安全地 慢慢拿著 因為其實都很危險 我也曾經試過 有發生意外 試過一次 就是我下雨 基本上應該是 那天 我出門的時候 還沒下雨 我就放下車 進去室內 然後 它就下了一陣子 過雲雨 然後到我上車的時候 就是 剛剛那個車排斜路 慢慢流下去的時候 就可能地滑 那我就一直下車的時候 突然之間 慢慢流流一下 突然之間 突然之間 這樣 這樣窄著半邊 這樣下車 然後前面 我記得還有一輛 十四座 然後我差點 放下車底 因為當時前面 正在停紅燈 然後 那一刻 因為那時候 在唱歌 然後很害怕 被人拍到 立即看 有沒有記者 沒有人拍到 沒有人拍到 但是 雖然旁邊沒有人 但是 整輛車子的人 都去到車尾 看著下來 看到我躺在地上 那一刻 我不敢脫頭盔 因為我怕人認得我 很容易 然後 乘客看著我 然後我就 叫天不應 叫地不聞 因為那裡是斜路 又是雙黃線 然後 我截車子 想別人幫忙 抬回這輛車子 然後沒有人管我 你有沒有受傷 我 我 整邊身都很痛 幸好是冬天 我穿了皮褲 牛仔褲 我穿了皮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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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刻 我想叫人來幫忙 雙黃線 沒有人肯停車 終於 有一輛車子肯停了 然後 我就感激 很感謝 然後四個壯男 就下車 就幫我抬起 因為斜路和線 很難定 很重 而且我當時已經炒到 軚尺已經斜了 所以 那四位男士幫了我 我就 謝謝你們 我截了很久 都沒有人肯幫我 然後 他們就 在褲袋裡拿了一張卡片 我們是清潔公司 你可以光顫我們 很感謝你們的感覺 這麼戲劇性 是的 好的 其實現在市面上 不論私家車好 現在其實電單車都有電動的 是的 你以前就是駕駛電油 是的 那電動電單車你又怎麼看呢 電動電單車就是 其實我去過 墾丁 那裡是 有沒有牌都可以駕駛的 當然我有牌 但是我的朋友沒有 所以去到的時候 就陪他們一起駕駛電動的 電單車 但是那些 只是一些 很細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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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知道是不是幾十C.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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然後 我覺得 好像遊戲機 玩遊戲機 好像 像不像踩單車 感覺 像不像踩單車 舒服很多 不用動 對 最適合就是懶人 踩單車很累 對 Angelo 我知道你今天安排了一個車給Angelo 對 今天就是BMW的電動電單車 所以我真的非常榮幸 我已經是第一個駕駛了這輛 其實今天這輛 它說是綿羊仔 但我來到的時候 它有400cc 對 對 其實是 它比我以前駕駛的那輛250 而且它也有這麼重量 對 猜不到 應該有200磅 因為我看照片的時候 就不覺得它那麼厲害 而且 它是 很男人的感覺 你會喜歡這些 比較中型的電單車 其實綿羊仔這麼大 我真的第一次接觸 對 因為我之前駕駛的那輛 是很舒服的 就是這樣坐著 雙腳到地 但是這個有它的 好處是什麼呢 就是 剛才我踏車的時候 嚇到 嚇到 蛤?踏了嗎? 沒有聲音 完全是非常靜 然後有很多不同的模式 全部都已經試過了 我覺得 我覺得 用一個 是否叫Econ 是的 Econ 我覺得是很安全的 而且 感覺是非常寧靜 我覺得 駕駛這輛車的時候 真的要 很 很平靜 對 很平靜 你在很放鬆的狀態下 然後 看著風景 非常好 但會不會太靜太 沒有聲音 會不會太靜 我想 可能 因為它的油門 反應很敏感 所以我覺得 你一定要很熟習駕駛 你要跟它 真的 友好 然後 你要很感受到它的感應 就會 安全一點 因為它真的靜到 可能 勢勢力 一給油 然後它就已經 很重 是不是 也挺重 因為剛才說 有二百多磅 對 跟我之前的 差不多 我之前搶的 都是二、三百磅 對 很多駕駛電單車 其實最喜歡它的引擎聲 對 電動的電單車 就沒有了 噴噴聲 對 不同的感覺 因為它沒有了 沒有了 死氣喉 沒有了 噴噴聲 那些感覺 它會是環保 我覺得 這是非常好的優點 還有充電 充電 充電是可以在家裡充電的 是不是很快 對 我也沒有了解過 就是 家裡的牆壁電 充電 對 如果充電 要四個小時 四個小時 對 如果在商場中叉 就一個多小時 對 對 這樣也不錯 對 吃飯也要充電 對 吃個茶就已經可以再行 對 那不錯 那你會不會考慮 就是電動電單車 嗯 我呢 其實我自己本身就喜歡 我喜歡去感覺 電單車的感覺 而且我自己考的時候 我都是腳球 所以我自己喜歡 我喜歡去調節它 等於駕駛車 我也會喜歡駕自動球 所以如果 譬如電單車 我也是喜歡腳球 我也試過手球 但是那種感覺 始終都是喜歡腳球 那種 但是這個有好就是 總之你就是很安全 很穩定地去享受駕駛樂趣 這個就非常之好 OK 但是其實這麼多款式 就是電動好不電動好 就是電油車 其實你喜歡什麼款式 你喜歡綿羊 有些不是很有型的 趴著跑車 很多型 他都屬於綿羊 但是他都是 你喜歡哪一款 帥仔 有點像蒙面超人那種 我剛才跟你聊過 是否都是蒙面超人 是你的朋友 我小時候是 我喜歡看蒙面超人 但是蒙面超人那些車應該是 啡檸車 那些 就是天若有情那種 那些 其實我 其實基本上 我綿羊仔 chopper 啡檸 還有 爬山車我都駕過了 爬山車有一個經歷 就是我之前有拍過一部劇 因為監製知道我懂得駕駛電單車 就特意有一場戲給我駕駛電單車 所以有著數 對 但是那次就是 我那次就駕爬山車 但是爬山車其實是很高的 我坐了上車之後 是兩邊腳都駕駛12、3吋才到地 所以其實 對我來說是很高 但是因為拍劇 他借了那輛車來 那就沒辦法駕駛了 當然上了車 駕駛了就沒問題了 誰知道 當我駕駛完車 回到原位的時候 因為我開車之前 就很多武士 他們就幫我扶著 車就 完全 我開車 誰知道我回來的時候 他們不知道 沒有人離開了 沒有人離開了 然後 我的車 因為我不到地 我的車一定要很側 我的腳才能到地 我一側車的時候 就駕駛了去 別人的車門那裡 都是工作人員的車 但是 沒有辦法 那次就幸好 又不用我陪 因為正在拍劇 可能買保險 所以這個爬山車的經驗 都是有點害怕的 其實如果聽起來 駕駛電單車 如果遇到危險 或者是 是不是自己很難去 明明看到可能是危險 但我控制不到 我又幫不到自己 不發生的危險 是不是這樣說 其實 你要很 我想你是在知識上面 或者是經驗上面 要問很多人 譬如說 我剛剛駕駛的時候 我不知道原來 是不可以 駛近那些電車軌 因為原來 因為我的車 小小 車胎不太闊 我曾經試過 在上環區 我駕駛的車 誰知道我兩個車胎 就剛好放進電車軌 駕駛 例如我一向前駕駛 然後貼著它 剛好駕駛下去 它駕駛了我的車 我就試過整個人 飛去前面 飛去前面 然後兩個膝蓋跪去前面 當然 很痛 聽到很痛 其實我覺得 如果你遇到駕駛電單車 就要遇到這種感覺 但是不知道 我自己又覺得 原來會這樣嗎 我又沒有理會這些 因為Angela 我聽你說 都遇到幾次意外 我覺得處理事情的能力要很高 要的 要的 要很清醒 很精神 OK 不如這樣 請我們的視員 不如我們去唱K 剛才我們跟Angela去唱K 好啊我們整首都唱完 整首都唱完 對 我們現在去吧 OK 各位觀眾 拜拜 我們去唱K 拜拜 好 師傅 我們去唱K 我們買個僕 我們來唱K 喔 我們來唱K 我們